将这把象征传承的钥匙 交给训政牧师 台北林洋堂主任牧师 交接感恩典礼 1月23号在林洋山庄盛大举行 象征权柄与敞开福音之门的 大卫的钥匙 也在海内位牧者 与弟兄姐妹的见证下 由执事会主席 交棒到周训政牧师的手中 台北林洋堂成全了今天的我 而我的使命 也是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 台北林洋堂三位父劳牧者 周神柱 欧永良牧师 及执事会主席曾国生 传递出不只是对周训政牧师的成全 彼此更像是家一样的团队 三代要同心同行 从过去周牧师 欧牧师 到现在训政牧师 我都非常清楚地看见 神的手在我们中间 神亲自建造台北林洋堂 这些年我做一些整合以后 有一些的所谓的资源 比较富足一点 那如果他接上去 照着他的这个神给他呼召 你要问我 我睡觉都会睡觉 我不一定睡得着 我睡觉都会笑 因为神一定会做大工 过去十年 欧永亮牧师整合了 林洋堂体系的资源与组织 并在关怀事工上与社会政府接轨 奠基在这样的基础上 周训政牧师也从传道牧养 生命培训院长 宣教职堂传福音等各样执事 成为青年世代的领袖之一 在不同宗派牧者的按手祝福中 台北林洋堂将写下新的一页 主要他不只是一个单的一个传承 主要有一个历代的传承要在他的身上 主要让他学习不只是做父母的儿子 主要学习做属灵父母的儿子 主要也更学习做天父的儿子 我的渴望不只是要拯救世上的灵魂 我的渴望是看见 过去台北林洋堂怎么成全我 巴布的每一个破碎的灵魂 让他在台北林洋堂信主认识神 他的生命不只是得到医治 恢复 在这个地方他要领受他的呼召跟命定 自1954年成立以来 台北林洋堂走过了66个年头 在全球各地植堂共558处 带着使命 教会不仅在宣教 牧养 拆配门徒 词汇事工上将福音遍及各地 年轻世代牧者更成为宗教会合一的推手 我觉得新的一代 他们不单是在教会的建造 而且是在好的根基上 要把神的国度神的百姓 要一起完成大使命 比较有年纪的这一代能够走在一起 我们看到终生代也走在一起 同一次世代的人同行 世世代的人也可以同行 这是非常美好的 台北林洋堂走在一甲子的根基上 虽然世代正在转变 但不变的是福音的使命将继续传承下去 以上是顾TV新闻中心在台北的采访报导